國健署今天特別提醒 近來發現有不少網紅 在社群平臺發文 鼓吹年輕族群到國外捐精卵 來賺取高額的營養金 這可能誤採當地法規紅線 例如中國是嚴禁任何商業 捐軟行為 而國內業者如果違法仲介盈利 可能會觸犯人工生殖法 最重可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近來有不少網紅 在社群平臺發文 鼓吹到國外捐贈金子卵子 不僅可以免費出國旅遊 還可以賺取高額營養金 吸引暑期打工賺錢的年輕族群 醫師表示女性捐軟 並非和捐血一樣輕鬆容易 因為捐軟過程 可能產生軟巢過度反應症候群 會有腹水及呼吸困難等現象 嚴重的話還可能致命 國建署也警告到國外捐精卵風險很高 中國是禁止以任何形式進行捐軟行為 即使是美國如果持觀光簽證 卻從事醫療行為也是違法的 而國內業者如果違法仲介營利 最重可處一百萬元罰金 根據國內人工生殖法規定 捐精卵有年齡限制 男性二十到五十歲 女性二十到四十歲 必須經過人工生殖機構檢查評估 雖然捐精卵非屬於商業行為 但捐贈者可以領取營養金 捐精最高可以獲得八千元 捐軟則是最高九點九萬元 建議民眾捐精卵之前 應先與醫師充分溝通 了解相關風險 記者拉視頻 莊志成 台北報導